刘光颖中韩子晴当众一刀统计面具人的胸口 谁知这个神秘的面具人就是四王子军北岳 韩子晴是统夫一时爽 后面就要追伏火葬场了 军北岳昏迷前让韩子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同时帮他守护天阙 其实军北岳和韩子晴的事情也是阴差阳错 命运弄人 当初军北岳被军北沉下了墨寻之毒 危在旦夕 他本人已经陷入昏迷 事故太医和影子救主心切才把毒转移到韩子晴身上 韩子晴则是被常解寒息而下害 差点被人毁掉清白 所以军北岳和韩子晴都是受害者 不过因为运毒一时醒来后的军北岳一直对韩子晴心怀愧疚 这才有了后来选韩子晴为非保他周全的事情 军北岳重伤不得不离开都城去求医 军队则由四王妃韩子晴代长 期待军北岳全域归来 君子夫妇还要一起做事业呢 刘光颖古装玄幻剧之中的人性光辉与权力博弈 在当下影视圈中 古装玄幻剧以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其中 刘光颖以其宏大的世界观 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扣人心弦的剧情 成为了近期热议的焦点 这部剧改编姿猫小猫的小说独宠雍兵王妃 由腾讯视频和非保传媒联合出品 不仅展现了韩子晴和军北岳之间的爱情故事 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光辉与权力博弈之间的较量 韩子晴 一个相府庶女 却拥有着不平凡的命运 她因一次意外结识了天阙名将军北岳 从此两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共同经历了一系列生死考验后 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 最终走到了一起 这段感情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了曲折与坎坷 军北岳 天阙王上的第四子 身份尊贵却命运多舛 她性格坚毅 致勇双全 在与韩子晴的感情中 她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在权力的诱惑下 她也曾一度迷失自我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韩子晴共同面对困境 在这部剧中 除了主角的光环外 其他人物也同样出彩 司徒浩南 一个深情款款的少城主 她对韩子晴的爱慕之情 异于言表 但却始终无法得到她的放心 这种无奈与挣扎 让观众对她充满了同情 而南宫谦谦 作为铁岩公主 她与韩子晴之间的 友谊深厚无比 她对司徒浩南的爱意 也让人动容 除了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外 刘光颜还深刻地揭示了 人性光辉与权力博弈之间的较量 在这部剧中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追求 他们在权力的漩涡中 挣扎求生 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天鹊王后与南兆王妃亲妃的姐妹情谊 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渐变质 她们为了各自的利益 不惜背叛亲情 这种无奈与挣扎让人深感痛心 而西林公主楚飞燕与南兆王的婚姻 也因各种利益纠葛而变得扑朔迷离 这种婚姻关系中的无奈与痛苦 让人对她们的遭遇充满了同情 刘光颜还通过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剧情 展现了主角们在逆境中的成长与蜕变 韩子晴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 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的女性 君北月也在权力的斗争中 逐渐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与责任 刘光颜是一部级爱情、友情、亲情与权利 利益于一体的古装玄幻巨制 她与其丰富的人物关系 扣人心弦的剧情和深刻的主题内涵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 也看到了权力博弈背后的无奈与挣扎 刘光颜不仅是一部让人赏心悦目的影视作品 更是一部能够引发人们深思的艺术佳作 它让我们在欣赏精彩剧情的同时 以思考着人性与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个充满诱惑与挑战的世界里 我们该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 又该如何在权力的漩涡中保持清醒与独立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与探讨 说说电视剧刘光颜的剧情 一 姐姐做局会妹妹清白 妹妹怒思继母与姐姐 电视剧正在热播中 韩子晴一巴掌杀了过去 发泄心中的愤怒 二 女人本是现代世界的雇佣兵 在执行任务时意外穿越到了古代 睁开眼时发现自己一山不整躺在大街上 眼前的女人当众羞辱她 骂她在外与男子苟且 命令下人把韩子晴带回去 韩子晴几招把他们打退 突然的一桶凉水剖醒了韩子晴的原来记忆 三 韩子晴从小不被待见 在家里被姬母打骂 姐姐也一直欺负她 在家里唯唯懦懦地生活着 昨天姐姐把韩子晴约到国色天香下要晕倒了韩子晴 还脱掉韩子晴衣服故意毁掉她的清白 让她没机会去参选王妃 韩子晴一把抢过姬母衣服 夹着姬母回府找姐姐算账 四 韩子晴打算好好为原主出口恶气 父亲很多人来看热闹 父亲赶来或悉你还想抽韩子晴 韩子晴并不示弱 教训着让姐姐开门才肯罢休 姐姐只好开门 韩子晴质问姐姐为什么算计自己 姐姐找理由辩解 为了下台 姐姐假意道歉 韩子晴怒善耳光 反手在意巴掌 看着太姐气了 说到国剧 那古装玄幻剧可是咱们观众的心头好啊 想当年 仙剑 花千古啥的 哪个不是让人追得停不下来 可最近这些剧 哎 真是一言难尽 好在刘光颖来了 简直就是歌大惊喜 首播四集就拿下8.1高分 看来古装玄幻的春天又回来了 这部剧啊 一开始就是个大穿越 韩子晴这姑娘 原本是个相府树女 一眨眼就穿到了古代 这部还遇上了副黑皇子君北月 直接被卷进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大陆纷争 这剧情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跟那些老套路完全不一样 看完前两集 大家就都说 哇塞 这也太精彩了吧 除了剧情赞 这剧的演员也是一大亮点啊 张汉演的君北月 那气场 简直太强大了 把副黑皇子演的入目三分 住戏单呢 就是穿越过来的韩子晴 演得特别有代入感 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那种坚韧和智慧 还有张雨菲 李雨萱 郭信信他们 也都是实力派 演技一个比一个棒 剧力含紫晴和君北月的感情戏 那更是看得人心跳加速啊 两个人从陌生到相爱 经历了好多磨难 他们的感情啊 真实又动人 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 而且这部剧还加了好多轻松幽默的元素 让人在紧张刺激的剧情里也能找到乐趣 这部剧的制作也是一流的 服饰精美 场景逼真 特效炫酷 简直就是大制作啊 还有那配乐 也是一级棒 给剧情加分不少 总的来说啊 刘光颖这部剧啊 靠新颖的剧情 实力派演员的演绎 还有精囊的制作水准 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这部剧不仅让古装玄幻题材幻发了新生机 还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和情感的双重盛宴 要是你还没看过这部剧啊 那可真的抓紧时间了 这么好看的剧 错过了可就亏大了啊 白礼伟生和小绅士南兆王室雇佣的赏金猎人 他们的任务是暗中监视韩子晴的行动 他们的真实身份却让人感到好奇 他们的身份可能与南兆王室的利益有关 也可能与韩子晴的绅士之谜有关 刘光颖是一部充满了悬疑和惊奇的剧作 五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韩子晴和君北越之间的爱情也充满了坎坷和波折 韩子晴的绅士之谜让人感到好奇 君北越和司徒浩南之间的友情深厚 韩子晴和南宫谦谦之间的友谊也非常坚定 而轩辕黎歌和白礼伟生 小绅的身份更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和猜测 在这部剧中 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深层的历史背景 让人感到惊奇和感动 也让人对未来的剧情发展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感谢观看